核四公投的蓝绿攻防战最后演变成蓝绿的肉搏战 因为双方对峙 民进党团扬言誓死抵挡核四公投表决 而公民党团则要力保公投过关 所以又是扭打又是泼水 立法院变成了不分性别 没有比赛规则的竞技场 核四公投立场大不同 蓝绿叫嚣战火已出即发 高志鹏直接把水瓶瞄准成正乡砸过去 当然还有打架戏码 男立委们拳脚相向甚至还扭打在地 民进党女立委则是加码泼水 整体来看士气都没有民进党团光盛 一直站到临时会晚了为止 就是不可以表决 就是不让核四公投案通过 民进党团赚了主席台也赚有优势 不排除首到下周二院会 为了不让国民党表决 民进党团还使出塞报纸战略 惹来国民党团痛疲 你只有一个表决去报纸 所以你要把红豆纸的案子搞清楚 如果说这样烂的话 这不是一个好事 朝野立委对峙 愿会没有进度 国民党团不排除召开第三次临时会 一定要让核四公投在八月底闯关成功 六点TV来用森林玉云特报报导 我会订阅 字幕提供